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欢迎收看中家新北新闻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 甲和有线电视举办了社区公益服务 啪啪购蝶谷巴特亲子首创教学活动 那么这一次是来到了树林亭七的活动中心 吸引了好多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甲和有线电视在9月份举办第一场 蝶谷巴特亲子首创教学 受到民众的喜爱 进而产生共鸣之后 10月4号上午 家和的副总经理叶腰中 再次带领活动团队前进林立 在树林的亭气活动中心 办理第二场的首创教学活动 现场吸引了大约120多名的 大大小小的朋友 感谢家和公司准备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然后又可以做漂亮的作品 带回家谢谢 我觉得这次蝶谷巴特 很好玩 小朋友很开心 如果之后可以多办一些有关亲子方面的 大家参与都很开心 书经理里长詹美玲表示 家和有线电视不但办理多项活动与民众同乐 也常常协助以及赞助里内的各项活动 这次家和办理亲子首创教学 也引起了李明踊跃报名参加 不但增进了民众亲子间互动的机会 也透过多元的活动内容促进民众走出户外 而在活动过程当中 也可以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跟想象力 真是一举数得的丰富活动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家和电视走入社区 在我们停机的活动中心 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 蝶谷巴特 我们今天参加的人数非常非常的踊跃 而且真的也有达到亲子的效果 以目的 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带过来小朋友 本来我都认为说我们场面可能会一团的乱 结果不会 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专心在那边做 我觉得我希望家和电视以后 常常都在来我们这个社区办类似的活动 家和有线电视身为在地业者 秉持着回馈地方的精神 在每年举办多场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中 不但邀请民众一起参与 也为地方的民众带来多样的服务 以及休闲娱乐 中佳新北新闻 树林采访报道